中国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植20近日亮相天津直升机博览会 再次成为了全场的明星 它本身的强大自不必说 但它真正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 第五届天津直播会上 现身了一架中国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植20 再次引发国内外媒体关注 人们就它的性能用途展开激烈讨论 但它真正的价值只限于此盲 直20是中国发展的首型第三代直升机 该机真正的强大不限于自身 而是它将为中国其他型号的军用直升机的发展 积累先进技术 为中国直升机产业的爆发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据航空工业的专家介绍 直20代表了中国直升机技术的最高水平 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没有心脏病 发动机获得突破 性能不比美国同类飞机差 据悉 直20装备的 是两台功率1600千瓦的涡轴10发动机 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黑鹰直升机的装备 T700发动机的功率只有1300千瓦左右 这意味着直20是一款不存在先天心脏病的飞机 这在中国近几年发展的飞机中是没有过的 二 国产化率100%不再依赖任何国家 据专家介绍 直20实现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所有部件的国产化 这为直20大量装备提供了方便 预计中国陆军 海军等部需要1000多架直20通用直升机 数量之大 足以让中国直升机产业获得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三 突破了新一代直升机关键技术 电传飞控系统的应用 直20最大的进步 除了发动机之外 就是电传飞控系统在直升机上的应用 这大大提升了飞机的可操控性能 直20使用的电传飞控系统 代表的是第三代直升机的核心技术 这在中国史无前例 四 本领大 适应性强 直20具备了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完成机枪和运输等多样任务的能力 拥有在全疆域 全时出动的能力 由于平台本身非常出色 未来可以发展出各种专用的型号 为中国海军陆军作战能力的提升做出贡献 由此可知 直20未来不但可以为中国陆军插上翅膀 也可以大大提升海军的反潜 和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能力 其真正的价值在于 它将会带动中国直升机产业的飞速发展